缺席過一次啊 最多次來了 來過最多次了 所以現在是幾N 我就是來過幾次 我來過三十二次 好 三十三次 沒有但我一次沒來 所以要減一 從零開始 好那開始開始開始 好那大家好 我是莊麗旺 那我今天的提案是 突破同文層知 新聞對立等級計算機 那麼大家 我想問一下 大家有這次公投 之前幾天有對家人或對長輩 有討論過公投的題目的人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那很順利的可以舉個手嗎 不順利的可以舉個手嗎 好謝謝大家 我也是屬於不順利的一群人 就是 因為好像大家公投前 臨時要跟家人討論說 這公投要怎麼投比較好 其實會很不順利 因為其實長輩們都會有一些 那個就是警戒心覺得說 你是不是受到什麼影響 然後說你是突然 你是受了什麼政黨洗腦 然後說你突然要改變他之類的 然後尤其很多的主題很容易很對立 所以 突然你要在公投前 跟他討論是很困難的 那所以這次公投完後 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其實應該提早一點 然後好好的就跟同文層以外的人 好好開始討論新聞 但是如果有些主題就是蠻對立的 或意識形態比較高的議題 那到底要怎麼樣開始討論呢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來個對立等級計算機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要跟長輩討論 我們不應該一開始就從很對立的主題開始討論 而是先試著從比較沒有那麼高對立的主題 所以我們來幫一些新聞議題來計算對立指數 就是讓大家可以來挑選說 從對立指數比較低的主題 來先跟家人討論 然後向家人習慣說 我是可以跟晚輩討論新聞討論政治議題的 因為這些對立比較低 然後慢慢的他們就借心就會比較低 然後願意的討論 或願意可以接受一些自己跟想法不同的東西 然後慢慢的再逐步的提高對立等級 就越討論越深的 然後如此一來就是 因為循序漸進上去了 至少可能長輩就會容易 欸我越來越能夠跟你聊這些 所以那這個提案我想要做什麼呢 首先是要怎麼去計算對立指數 那麼其實我有兩個想法 一個想法是用人工智慧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去從新聞網站上面 去找下面的留言 譬如說在中時 同一個新聞議題下 在中時或在自由下面 他的留言風向是不是差別很大 如果是那表示這個新聞議題 可能是個對立指數非常大的一個議題 所以可能用留言來做 人工智慧的判斷 或是用工人智慧的方法 就是我們隨機就抓兩個新聞標誌出來 然後就出來給大家看說 欸你們覺得這兩個標誌看起來 哪個對立值比較高 那我們就把這個統一資料抓出來 然後最後我們就可以弄出一個 說各議題的那個等級出來 然後得到了這個對立等級之後 能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網站上加上一個機制 說大家可以來挑戰 就是說你可以來網站上告訴大家 你最近跟家人挑戰到的 到對立等級多少了 譬如說我最近跟家人對立等級三 我討論得很不錯 那麼下次就可以試試看我 對立等級四的新聞 跟家人討論 或者是欸我遇到等級三 我就卡寬了 所以我繼續保持等級三 或是我先倒數到等級三 等級二之類的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你卡寬 或者是你怎麼樣順利的提到下一步 然後讓大家也可以透過你的經驗 來知道說怎麼樣跟家人討論 更高的對立等級的東西 所以會需要什麼幫助呢 就是像剛剛講的 可能會需要一些語役 如果是工程師的部分 可能需要語役分析 或者需要前端工程師 來做那個留言判斷 那麼或者是如果想要當那個 突破同分層的朋友 可以就是幫忙找到 看有沒有一些留言 是很明顯就是很對立的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對立 就是可以幫忙找哪些新聞 本來就是對立等級比較低的 然後可以幫忙提供意見 好那謝謝大家 好